整系统准备完了 全系统准备完了 在塔台人员的倒数声之下 日本7号上午从鹿尔岛线中资岛的太空中心 发射了H-2A火箭47号机 希望能让上头搭载的月球狙击手探测器 成为日本首个成功登月的探测器 如果顺利探测器预计4到6个月之内降落在月球表面 而日本也有望成为第5个登月的国家 不过这一次的计划曾经因为天后不佳三度的延后升空 而印度上个月才刚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登陆的国家 也是继苏联美国以及中国之后 史上第4个登陆月球的国家 如今日本也发射登月火箭 让人类的太空探测活动越来越热闹 东西文明星终合报道